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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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要堅持 到底 看著你 我不願 再逃避 你的笑容 太多美麗 我難以 呼吸 你是否會說 說你願意 你出現在 我生命裡 難以抗拒 無法開局 我會拼盡 拼盡全局 只沒有你 給我勇氣 勇氣 我願為你 付出我的全部 不願 只想給你 給你 幸福 幸福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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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 我願意 我願意 不是这样 我叫说你讨厌 我还挺喜欢你们讨厌 别吵啊 别吵了 别吵了 让我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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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吵了 让我吵了 让我吵了 你这怀着怨你干吗呢 田亮 我告诉你 不管你认不认 我下肚子里怀就是你的孩子 我拜托你 用脑子想想行不行 离婚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拿这说事谁信呢 你当我冤大头是不是 等等 离婚 不是 田亮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说啊 说啊 一年前 一年前结的 两个月之后就离了 过不到一块去 不是 田亮你还是人吗 是谁当初离了婚 还跟我赖在一块不肯走的 才过几天也就翻脸不认人 我翻脸不认人是不是 不知道当时谁说 我空虚静默冷 我需要人陪 要不是你对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 那啥 我能 我能屈服在你的因为之下吗我 我告诉你 那时候我就是对你进行了 人道主义救援而已 你别给我扯添没用呢 我告诉你 田亮 我不是要求你 就算我求你了 只要你能承认你是孩儿的爹 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就去复婚 我凭什么承认啊 把我怎么知道那是我孩子呀 好 你不认识吧 不是 当然了 为什么呀 好 走 干嘛 我们现在就去够妻婚界定 姐 姐 放手放手放手 走啊 小姑娘 我叫于贝贝 好 于贝贝 你现在怀孕呢 你别上蹿下跳了行吗 我心脏受不了 你 你万一出个好歹 我真负不起责任 田亮 事到如今 我也把话挑明了 我对你过去犯下错误 可以既往不咎 什么姐姐妹妹阴阴阴阴呢 只要你跟他们从此一刀两断 我也就从此不见 不是 不是 什么情况 什么姐姐妹妹阴阴阴阴的 你谁呀 她是我姐 谁呀 这是她的房子 我来这儿就住我姐这儿 你敢欺负我姐 我跟你没完 姐 我牛 你在管我呀 我这肚子孩子 于白白 你怎么给天亮不要 你这肚子孩子 快点 姐妹 你别闹了于白白 你俩 别闹了 别闹了 你们才管 行了你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我干嘛给你打电话 你憑我打 别动啊 我就动 别动 我就动我就动 没完了是不是 我就没了 来来来 我给你上点春彩啊 怎么了 你怎么给我上这种猪肝色呀 行了啊 快擦擦擦擦 这 这怎么能是猪肝色呢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酒红色 专门就陪您这样 成熟 妩媚型的女生 是吗 嗯 那是你走红她 还是我走啊 顾佳 你现在也自作主张 当自己是个角了是吧 我就要看上去粉粉嫩嫩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行 我出现命化啊 不是 晓妮 你慢点 不是 晓妮 你这是干嘛呢 晓妮 哎 晓妮 没事吧 我能没事吗 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是 田亮她也怕你担心 所以就 田亮说的话你也相信 在她嘴里她都能当总统了 我 不是 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哦 干嘛 我给他们订个酒店 赶紧把他们赶出去 哎 爸爸还不知道出什么 干嘛啊 现在你把他们俩赶出去 这多危险啊 危险的是我好不好 你看那姑娘 一看就不是个善主 还有田亮 没一句实话 我告诉你再弄出什么家庭惨案来 你把手机点 哎 晓妮 那个小姑娘 在肚子里头 有你们老田家的一条人命 田亮她不可能那么不懂事 再说了 谁敢欺负你啊 你摆平他们俩绝对绰绰有余 我也可以帮你 你帮我 我每次遇到你就遇到各种奇葩的事 你离我远点吧 小妮 我是 怎么 我是好心想帮你 我 你好心 男人的好心离我远点 真的 再见 你不走是吧 不是 你这种类型的小化妆师 也就这种水平啊 说吧 要多少 别给我往序里抱啊 不用了 什么意思啊 等等 不用了 我流入可没沦落到要你这种小化妆师可连的份 别给我来虚的 想要多少直接说 真的不用了 这跟钱没有关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陆姐 对了 大家相识一场 我也不得不提醒你一句 相由心生 这女人吧 三十岁以前的长相 是老田也给的 可是三十岁以后呢 就是靠自己修行的 慢慢悟吧啊 拜拜 师傅停车 来 谢谢师傅 好 不客气 稍等啊 我拿行李 慢点 再见师傅 谢谢师傅 再见啊 再见 姐 姐 你要吃什么 点点吧 哎呀 我不吃了 我今天被刘露折磨了一天都快累死了 你帮我叫喝的吧 嗯 那个老板娘 哎 北冰羊 好嘞 哎呀 你还是被热死了 我也被焦腾死了 我刚从小妮姐家回来 打了天翻地覆 发生什么事儿了 小妮姐不是要赶田亮走吗 嗯 然后呢 我就说我好心去劝火劝火 就这样打着呢 突然来了一个女的 她说她是田亮的前妻 而且还搭着肚子 真的假的 我跟你讲 那个女的就是个泼妇姐 真的 一来了之后 你就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 烦都烦死了 我一看确实不对 我就溜了 那我赶紧打个掉 论问小妮 什么事儿啊 哎 你别呀 人家家里事儿 你那么着急干吗呀 什么人家家里事儿啊 那小妮对于我来说能是人家呀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俩关系多好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 铁打的闺蜜 是啊 但是姐 你没听过一句话叫 家丑不可外扬吗 那青瓜还难断家务事呢 对不对啊 那人家有事儿 自己会告诉你的 来 谢谢啊 哎 不客气 姐 嗯 我是不是看起来 特别土 特别没用啊 不是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问题了 我就是觉得 你看我来北京也这么长时间了 可是我还想一点希望都看不到你 我我会不会突然混着混着就混回去了 就回到家乡去嫁人过一辈子 就在十八县小城市当一辈子良眠 不是 你说你一天天的你们脑子里想什么呢 你现在跟着小妞不是挺好的吗 再说了 只要你现在踏踏实实地把眼下的工作做好了 你肯定能在北京站住脚 那推一万步说 你真的回去嫁人了也没什么不好呀 只是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什么十八县小城市 怎么也是生你养你的家乡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 一天天的就是喜欢胡思乱想 你知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一个人不管在哪儿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心要定 有一句话叫知足成乐 你知不知道 像你这样天天的啊 游手好闲眼高手低的 这还不爱听我说话是吧 没有 没有 小姐 你说小妞姐她不会真的把天亮赶走了 怎么可能啊 田亮是她亲弟弟 再说了 你小妞姐什么个性你不知道啊 明显的就是那种刀嘴豆腐心 那心比谁都软啊 嗯 不一定呗 你怎么知道她心里怎么想啊 我觉得她这个人有的时候真的挺好的 吃着你的串吧 什么事儿不懂你瞎想 好 好 不是 余小姐 啊 你这是要干嘛 姐 你叫我贝贝就成 你是田亮的亲姐 你的家啊就是我们的家 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 我跟你说 你可能误会了 我们家特别小 不是真的容不下来 没事儿姐 地方小多聚气啊 对宝宝好 对宝宝不好 对宝宝不好 我们家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 你怀着孕的营养不够可不行 叫外卖呀 我把这附近啊 好评四星以上的 全记下来了 咱挨家吃 够吃了我把孩子生下来的 姐 你觉得这我放哪儿好看 姐 你不能让她留家里吧 是我留的吗 你非得把你姐弄的 口吐白目倒定不起是吧 我 你说实话 你什么时候跟她结的婚 什么时候离的婚 你这次回国来干嘛了 不是创业也不是找我对吧 我怎么不是 你就是离完会以后没地方住 不是姐 你别听那个女舍机病胡说八道 破坏了 破坏咱们姐弟俩的感情 破坏感情 真的 你听我说我 我是结婚了又离了 但是这是两码事 一码归一码 我回来这因果关系 不是这因果关系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个骗子天亮 这不是什么呀 你就是骗子 你到现在你还不说实话 你带着她说说东西走来 姐 你怎么 你怎么朝我开枪啊 你朝你打开枪 我是亲弟弟 姐 你不能把我俩赶出去 你看贝贝的身体 你让我俩去哪儿啊 姐 不行了 你怎么了 不行了 没事儿呢 老公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这肚子 老公 我打120 我打120 别 姐 别打电话 我这个 打120也不好使 医生说了 得卧床 姐咱得听医生了呀 来来 早早 我先进去 我扶你上床啊 呼吸 呼吸 好嘞 没事了 好好好 快点啊 来来来来 把门关上去 你跟我说实话 他肚子里孩子是不是你的 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不是 什么叫可能是可能不是啊 真的 你二十好几个人 怎么应该责任都不服 不是我没责任心 我也有苦说不出啊 你有什么苦啊 你想想我们俩离婚了 这么长时间 没有任何的法律和道德约束 这段时间我哪知道她干什么了 再说了 于伯伯就是一火火山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次 没准她就是用怀孕 来要挟我跟她复婚 你说我这要一从 这么一条路走到黑了 不行 绝对不行 那你打算怎么办 把她赶走啊 对啊 你把你当时对我那六亲不认的劲 拿出来 我敢 恶人都让我做是吧 人肚子也怀着你的孩子呢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什么的 我可真负不了责任 我今天就让她住这儿了 你 那你住哪儿 我 我就住这儿 你 那我呢 你爱住哪儿住这儿 姐 商量一下 咱俩不好 你做梦 姐 你可想清楚了 别到时候余蓓蓓 把咱们家弄得人养麻烦 听婚电的时候 你才告诉我没告诉你啊 我觉得是你应该想清楚吧 我聊什么 要当爹了 还不知道是不是你啊 我也有可能要当个姑姑了是吧 我这还没把自己嫁出去呢 我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你不是有展哥吗 赶紧把自己嫁出去 滚 来 兄弟啊 王朵拉来过这儿了 王朵拉 嗯 你说的是Dora吧 对 来了来了 在 在那儿呢 谢谢啊 没事 好 住哪儿 送你回去 你谁啊你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师父 我们在车去吧 走 展望 我知道了你的一个小秘密 好 先回去 回去 不对 不是我师父 就因为一次小小的意外 你又脱缩头无愧 又车都不敢碰了的男人 你根本就不配送我的师父 我一定会成为一名 更优秀的赛车手 比你强 比所有人都强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那是因为我姐 要是我姐在这里 一定不会是这样走掉的 我会到底想怎么样啊 要是我姐知道 你扼杀了我的梦想 她一定会怪你的 好 会怪我 先回去好吗 来 走 我用不讲你乖 用不讲 走 有啊没了你 谁呀 你怎么管谁又嫁老子呀 我叫谁呀 我叫谁呀 那是谁你告诉我 你真无聊 你这没事长事 太无聊了你这人 你别弄我 你给我站住 疯了吧你 我告诉你 天亮 你这是犯了重婚罪 什么重婚罪 怎么了我叫 谁让你看我手机的 你这是侵犯我人身自由 你知道吗 谁让你的手机密码 八百年不换一个心的 再说了 我要是不看你手机 我怎么知道你背着我和别人 勾搭成贱 我跟谁勾搭成贱 姐 这孩你过来了 天亮她又给自己找了个老婆 你再说一遍 不是 你干吗你 你听她胡说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在线游戏在线游戏 我连人家胖瘦 长什么样是男是女 我都不知道 你吃哪门子飞错你 再说了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你谁呀你 姐你看这个疯女人 一早上就跟疯狗似的咬我 咬得好开心啊她你 你嘴巴别不干不净的 谁嘴巴不干 游戏怎么了 咱俩就是打游戏勾搭的一块儿 你忘了 如今你又想顾忌重演 想去残害其他无知少女 我告诉你 你又本就冲我一人来 放过其他姑娘 我没不死你吧 好 有笔号吗 好 姐姐姐你来啦 你惊着人点 老大找你啊 白总找我 找你半天了 你赶紧去一趟啊 找我干吗 我哪知道啊 你醒醒啊 醒醒啊 白总 你找我 听说你最近很忙 嗯 最近工作室的订单量比较大 有责任心的同事向我汇报了 说你最近的状态很古怪 有很多男人来工作室找你 我告诉你 田晓妮 我这是工作室 不是混解锁 搞清楚 不是 白总 这位有责任心的同事 也未免太看得起我了吧 你男朋友的白衬衣穿着还合适吗 我原以为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设计师 本想加以忠用提拔你 你太让我失败了 对不起 白总 在我的工作室里 做你自己的工作 你觉得对吗 不对 既然你就这么多闲工夫 好吗 这个月的订单 你的 再增加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那白总 这个月的订单在月初 已经下派了 那就自己去找 好 好 没问题 您现在看的这款面料 是我们刚从意大利进口过来的 非常顶级的礼服面料 它是Cancamini旗下的 最高端的面料 这个面料是140支双骨 和170支双骨的面料 它里面有硬度棉 极加四骨 您摸一下 手管是不特别柔软 这个产量非常的少 都觉得这和我们上的棉花厂 没什么区别 要不然您再看看这个面料 Thomas Mason 这个品牌是英伦 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它推出的Garden Line系列 真正的是 跟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 结合得特别好 就连威廉王子和 威廉王子和 威廉王子和 对我们巴盖子都打不着 就连我们国家干嘛出访 穿的也都是国产货 丫头 您怎么老是给别人长脸 灭自己的威风呢 您说得对 要不然我先给各位弄点喝的吧 你们是喝拿铁还是卡布奇诺 我从不喝那种东西 闻起来呀 马尿一个味儿 那您看你们喝点什么呢 几位几位 几位几位 这个好这个好 玫瑰花肠养颜 这个可以吧 谢谢 最近呀天气不赖 我们特意准备了这个茶 几位 先润润嗓子 先润点啥 我待会儿再跟你们介绍一下其他 其实呀 那个我刚才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 我呢本人特别欣赏各位老总 这种不崇洋不灭卖的这种精神 我们要支持自己的品牌嘛 对吧 所以呢我老是觉得这些洋品牌 它虽然什么历史悠久啦 洋墙洋调啦 是好一点啦 但是我们自己的品牌也不差的呀 我现在就给大家推荐几款 晓妮姐 来看 我给几位老总推荐一下 来看 您看一下啊 这都是我们自己国家品牌的棉方厂 初产的绝对的自主品牌 这种啊性价比特别高 而且质量一点都不比洋品还差 您看怎么样了 是要振兴国产品牌就是 振兴国产品牌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这样吧 这次我们几个企业出访的礼服 全部都订 由这位姑娘介绍的火产面料 没问题 您放心吧 我绝对给您设计出最好的礼服 得给我们中国人争点 对了 姑娘 你叫啥呀 还是我 我是若云定制的专业设计师 李翠翠 李翠翠 这个名字好 接地气 翠翠 下单吧 好嘞好嘞 我去给您准备 来 你干嘛呀你 午夜凶灵吧你 吓死我了 你一人睡怕冷 你摸我这脚 都是冰冰凉的 你吓不吓人呢 我说冰冰凉的 大夏天的别闹 我就冷嘛 你帮我误误讲呗 你别别别来这套啊 你又在这儿对我实施精神和肉体的 双重的啥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现在意志力很坚定 我不会受你引诱的 好心当成驴肝肺 你老睡沙发 睡着腰肌老损怎么办呀 年纪轻轻腰就坏了 以后看你到哪儿哭去 你干嘛呀 进屋睡去 你干嘛呀给我 松开 我 你给不给我 你给我拿着 没事吧 肚子没事吧 没事 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东西 拿出来 我真怀了 我拿还是你拿 我拿还是你拿 这什么呀 什么 我就想让肚子好看点我 好看什么 我见过往胸上塞东西的 没见过往肚子上塞东西的 李卑伟 李卑伟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跟你说了 你去收拾你的东西 赶紧走 我不 哪儿不去 你不走 我姐回来 我不把你给撕了 她也把你撕了你信不信 除非我死了 我坚决不出这个门 你走 赶紧的 我就不走 不走是吧 就不走 你干嘛去啊 你干嘛去 你站着 停了你回来 你干嘛去 来 余伟 我警告你再碰我 张哥 给你姐提出来了 不是 可算把你判过来 我姐没回来呢 但是你真得收留我 要不然真的要出人命了张哥 行 起来 进去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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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小姐 你怎么了 姐 姐 你怎么回事 你肚子呢 你流产了 姐 我是真怀孕了 可是我肚子太小 怕你们不信 就从网上 买了个假的 买了个 这是假的 这是真的 我真没编瞎话 姐 怎么样了 她跑了 跑了 她以为我假孕骗婚 姐你知道的 我对天发誓 我挨太到骨头缝了 我怎么舍得骗她呀 我要不是跑出来 我小命估计都卡叉了呗 所以 你姐还不知道 你说我姐 你看 喂 姐 你你回去了 你把鸡子还在我族里 不是你别听她的 真的你别听她 她是个骗子 真的 那个 不是 她真的是骗吃骗喝 还骗婚你知道吗 你千万不能信她的 刚才还想对我图抹不轨来着 幸亏我意志坚定 才没有让她得逞 姐你真的你听我的 千万不能让她留下 你赶她走 田亮 你在哪儿了啊 我在展哥这儿避避避难她 你跑他们家干吗 你赶快给我死回来 别 姐 我不能回去 姐 你看看她那个样子 疯疯癫癫癫 我怎么回去 姐 姐 我不是故意的 行行行 你先接着哭会儿啊 姐 你可得把田亮给我找回来啊 姐 姐 怎么办呀 展哥 你真得收留我 我 我 晓妮 晓妮 你还在这儿消费 干吗呀 干吗 你激动什么呀 人家护主都没发话呢 你激什么呀 护主都没发话 你把前妻留我们家 算怎么回事啊 姐 你也说前妻吧 前妻跟你 跟我有一冒险关系吗 那跟我有一冒险 不是 你让我回去也行 你把她赶走我再回去 我可不关系 我不管我 我 你听 听听我说 你先别冲动好不好 你先冷静一下 你听我说 我怎么冷静 她在我这儿安全 将就一晚上没事 我 你们一笑一盒的什么意思 行 不是 回来 我问你一句 回不回家 出费人让她走 不回是吧 行 永远都别回 你把她拐在那儿干吗 我 投降是吧 不是 我告诉你 你不穿我拿回去 我们俩以后 连朋友都不是 你也惹她了是吧 太可怕了 小妮姐 小妮姐 你快点来啊 小妮姐 你快点来啊 小妮姐 来 了 了 行了 快了 你玩了 等一下啊 我偷什么呀 你媳妇她 不是 不是 谁啊 她不是我媳妇 行 你前妻 她真的怀上了 所以这一次你留在我这儿 不是 展哥 展哥 你听我说一句啊 弟弟我真的很感激你 真的 这些时间来 一直对我的照顾 出手相助 而且我能 我为了能有你这么一个姐夫啊 我真的感到非常幸运的 姐夫 真的 我现在跟你姐夫是那种关系 对 现在不是啊 但咱不着急啊 会是的呀 是吧 还有啊 与贝贝 就是我那EX 你见识过了 就是一行走的火火山 随时处于喷发状态 而且现在她真怀上了 再加上那个激素水瓶 再加上她那爆脾气 你能想象得到吗 这个情景 我没这方面经历 好 那 那我再跟你说啊 让我回去也行 我可以的 但是余贝贝 她又万一 她憋不住了跟我撕起来怎么办 她动了胎气 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我是因为这个你知道吗 那你姐这边 我姐那边我来搞定 只要你让我再多住两天 就两天时间 让余贝贝那个脾气 那个激素水平 给她下降稳定一点 我就回去了 行 我绝对不会没难你 行 真的 就是 行 小妮 你这两天太累了 休息休息吧 你这些活我都能帮你干呢 没事 能扛得过去 都怪我那倒霉的弟弟 真是快把我给逼付了 靳哥 那时候的白总那件衣服 你把她打好了吗 这不是在那挂着呢吗 好好好 这个不是我的那个订单吗 姐 你可能不知道吧 这件衣服白总说她想自己接 她自己接 这是我的客户 你的客户就是公司的客户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白总 这个客户跟了我很多年 她的喜好我了解 这单就不麻烦你了 跟了你很多年 就是老客户了 看来你这个老客户 想要换一换风格 所以她才找了我 而且定金已经打了 比你之前多得多 知道吗 明白什么叫拥者向能者上吗 是是是 我们都要向白总多学习技术 我看中员工是她的悟性 至于技术嘛 可以慢慢学 一会儿帮我把衣服拿上去 好的 白总 翠翠 你今天就可以转正了 谢谢白总 好 我转正了 我转正了 不行 你的话转正了 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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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还有几个刺绣的问题 先请进您一下 我只想知道田晓妮手里边 还有多少个刺激的客户 你们在这里 可是我不是想你们挑选的 以后蝎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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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 快 快 有人撞车了 快走医院 你需要好好休息 不要乱动 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有点轻微脑震荡 需要好好休息 看看他 谢谢 听到没有 脑震荡了都 我不要你管 行吧 我不管 但是大夫已经说了 让你好好休息 医生的话不能全信 好 不行 我过不去那个三号弯道 我要再去跑两圈 你怎么就那么强 你跑两圈 你跑二十圈都没有用 你左前方的刹车便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 躺下休息我就告诉你 不告诉我算了 我自己去检查 你属于的 你不是让我坐你的赛车指导吗 可以 听我话 你终于答应坐我师傅了 慢一点 轻微脑震荡了慢一点 你还没听我的条件呢 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我保证 我一定以一个职业赛车手的标准 来衡量自己 然后绝不过节 从头到尾都听你的话 记住你说的话 听我的指令 慢慢地躺下 把眼睛闭起来 来吧 来吧 这个颜色是正红吧 是 这个颜色是正红吧 就是他了 我就不信涂得这么正的红 还扫不在我身上的霉运 你这是怎么又霉运了 你可不知道啊 我最近真的不知道 出到什么霉头了 又挨骂又扣钱 这还不算什么 一个没走又招来一个 这些事吧 还把展望给带进来了 这越不想见 还得越出现 口是心非 你还真不想见啊 见了又能怎么样 反正我们俩也没戏 你说这以前的田晓英 他上哪儿去了 你说说你啊 为什么遇到这个展望之后 就功力全失呢 你也这么觉得 我真的是栽他手里 小妮姐 你看一下 这是你想要的颜色吗 嗯 就它 不过今天倒是有一件好事 你们家脆脆 正是软正了 真的呀 那得让你这小妖头片子 好好请咱俩吃一顿 特别要感谢感谢 您这个好上司 是吧 对了 我前两天去给那个 留露化妆的事 你还记得吗 嗯 你猜怎么着啊 等会儿 等会儿啊 我跟你说 以前咱俩伺候他的时候 他是多么地张扬跋扈啊 可是现在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养他的那个人走了 房车也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 紧着碎爆了 真假的 真的 你看吧 自己作的 该 所以我觉得吧 运气这个东西 真的是虚无缥缈 不管用的 就像你说的 以后人生要怎么走 都得看自己的选择 所以呢 有的东西呢 就随遇而安 但是有的 比方说像展望这样的 就得努力地好好争取 你什么时候开始 也给我关这心灵鸡汤了 朋友圈看的 朋友圈真害人 朋友圈什么朋友 对了 我还真有个好事 要跟你汇报一下 行了 好事 我卖房了 这叫好事啊 你不都答应我了吗 不卖房的 我也不想啊 可是以前 被李浩骗的那些人 都找上门来了 我不走不行啊 再说了 我说要还你钱 你又不要 索性我就买了一套新房 这样等你的房子到期了 你就不用看你 那个房东脸色 搬过来咱们一块儿 不夺好的 对吧 行啊顾佳妮 现在逐一大的去了 卖房买房这么大的事 你连一个字 都没跟我提过 这不是人总是需要 不断地进步成长的吗 对不对 再说了 你家最近乱成这样 怎么好意思再找你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 换新房 这是好事 值得恭喜 必须的 不过 也只记着恭喜啊 过两天搬家 记得过来帮我 我可舍不得花钱 去找那个什么搬家 公司 我交的什么朋友啊 这么抠门 焦荣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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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顾佳 我输了今天 让你找搬家公司 你就是不找 不是 你就不许省了二百块钱啊 你说 你说我们这么多东西 我们三个人怎么搬得完啊 我这不是想着 反正距离不远吗 不是 你那个朋友呢 怎么还没到啊 你不是也找田亮了吗 他不是也还没来吗 姐 这边这边 快快 你先搬 先搬 不是你那个柴米油盐 怎么都不靠谱啊 什么柴米油盐 他那网友啊 你催催 你先搬 虽然触碰 你的眼睛 只听到心跳在悸动上 却装作不在乎 像云淡风又轻 时光飞逝每一分钟 都盼望看到你笑容 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 如果一个人爱 勇敢爱 怎么会你向爱却分开 为何一转身才发现 所有的错都不该 如果勇敢问爱 勇敢爱 怎么会留下那么多伤害 勇敢地去爱 我为你停止最美的爱情 如果真爱 只有时间能够证明 瞬间也有恨 我的梦想你永远会懂 多少年相望海过天空 你给我太多心跳和感动 在雨中我和你再次相拥 如果勇敢的爱 勇敢爱 怎么会你向爱却分开 为何一转身才发现 所有的错都不该 如果勇敢的爱 勇敢爱 怎么会留下那么多伤害 勇敢的去爱 我为你停止最美的爱情 勇敢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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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爱